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壁谷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其实像在1996年的时候 英国有个博士开示 写了一本书叫简易生活法 在那书中的他指出呢 就是说患病时多吃药 可能反而加重病逝 与其服用效果不明确的药物 还不如让身体暂时休息 绝食断水 使消耗的元神自然得以填补 自然恢复生机和活力 他认为只要人们掌握了这一秘诀 不但身体隐患能够自然恢复 也能防病 终身无病 他这些话 其上已经点出了咱中国传统医学里边 最讲究的壁谷的精益 这是我们祖先传承了数千年的心血结晶 道家典籍认为 这个壁谷呢 能够延年轻身 道家最懂养生 其修炼的最终目的在于得到 成仙 白日飞生 而飞生的基础在于轻身 轻身又以壁谷最简单而有效 历来点击在这方面记载非常非常多 你比如说黄庭内景经当中就有记载 白骨之石土地经 五位外美邪魔星 臭乱神吹胎气灵 哪从返老得还阴 意思就说五骨杂粮 它虽然说是土地里边产出来的精华 其他的酸苦 甘心咸等等 这个昏腥无味也很美味 但是如果过度食用的话 脏腑容易变得腐臭 以致神气混乱 先天的清纯之气 荡然无存 更不可能返老还童 更不要说返老还阴了 在这个中皇真经当中也提到了 咸美心酸五脏病 精卫入牙 昏心静 致命六腐 神气衰 百害九窍 不灵胜 又云 质子神功 去路难 大都古时偏为病 古时精华 羽灵格 禅罗六腐 昏 筑脉 但是呢 就是说 你像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西汉张良 他曾经在 公元2000年到公元195年的时候 曾经闭门谢客 在家专门修炼 壁谷导引之术 以改善体制 葛洪在他的豹谱子当中 就特别记载 张良虽修导引 绝古一年 归清举之道 然后呢 就说道家养生 其实上以前的时候 就说经久不衰 一直到西风东建了以后呢 就说才淡淡淡出了 这个养生的主流 但是西方的著名学府 却开始对壁谷啊 以及这个气功 开始感兴趣 进行研究 发扬光大 西方的研究 为壁谷提出了科学的解释 就是所谓的细胞 校正疗法 同时也暗含了 皇帝内经当中 清调补的理论 现在日本 就是他有专门的断食医院 他们那个医院 他们主要的疗法就是 不让你吃饭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话 就是咱国内啊 或者是说全世界范围之内 很多人进行壁谷 这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实践 当然了 我从这个五六年前的时候 开始壁谷 有时候 一年就是四五次 有时候五六次 这个时间都是不定的 最开始我是 就是有意识的 来进行这个壁谷 但是就是说后来呢 就是在 就是特别从去年到今年 我更多的考虑的是 通过我自己 这个修炼也好 或者是说 进行这个静心也好 然后直接就是慢慢的 在很多时候 我就突然之间想壁谷了 那我就开始了 当然了 今年这是第一回 但是 这是今年的第一回 但是这绝对不是 今年的最后一次 我会这个有计划的 进行壁谷 然后呢 就是说 我刚才给大家就是说 讲了一下 就是咱壁谷 它这个事情呢 就是在 中国以及在世界上 它产生的影响 然后在这个 嗯 在这个壁谷这件事情上 中西啊 以及东方和西方 到底是怎么样看的 当然了 我就不详细 就是今天的话 就不详细给大家讲 这个壁谷的分类 以及就是说壁谷 它的好处 以及就是有哪些人不能壁谷 这个的话 到明天咱再讲 因为啥呢 我将会做一个系列的 跟踪的这个视频 来告诉大家 每天我都在做什么 以及就是说 我每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当然今天我第一天壁谷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我现在的状态 呃 然后就是说 在明天 在后天 在呃 一星期 在两星期的时候 大家可以对比着 来看一下 通过视频 对比着来看一下 我整个的精神状态 以及就是我的 啊 整个的一个变化 呃 好的 今天咱就 呃 录到这里 然后明天再见 拜拜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